QR Code是一种流行的数位码 用手机一扫就可以知道商家的资料 现在南投竹山业者结合数位科技和传统产业 首创用竹子编织QR Code 可以宣传店家创意又可以成为装饰品 十分吸金 QR Code数位码用传统竹编也可以编出来 将来要推广到全台各地 用手机对着第一个竹编QR Code成黄妙 一扫就进到目标网站 我们希望QR Code能够成为所有的企业商家 来跟消费大众接触的一个非常棒的界面 所以这样一个QR Code 我们希望将来的生产 我们大概可以有各种形式 制作一个竹编QR Code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编织教室里有各种各样的竹编QR Code 边框还可以有创意的可爱的造型 这个新潮的科技跟用传统的竹编的一些文化真的是很好 很新的东西跟很自然很natural 跟这个BAMBOO的东西两个配起来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idea 经过定宽跟整眉 整眉到我们要的一个厚度 然后再倒角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编 透过深色跟自然色两种颜色编出来 我们需要参加的QR Code的资料 再把它框好 发挥巧思 让传统产业生活化 也为在地产业开创新机 新唐门友的电视 萧正宗唐门南投测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